很多人做广东菜心就喜欢用来白酌 实际上放点猪油渣在里面一起炒 非常的好吃啊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广东菜心进行改刀 把这个头比较老的部分切掉 然后放碗中 搞一块肥镖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方钉 放碗中 还准备适量大蒜头备用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起锅烧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盐 增加底味 再来点白糖 中和味道 加入适量植物油 能防止蔬菜氧化发黑 水开以后 放入广东菜心 给它进行焯水 大火焯烫 七八秒就可以了 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然后倒出控水 重新起火热锅 把锅给它烧到比较烫的时候 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把锅充分润透 把油倒出来 然后把切好的肥肉丁倒入锅中 用小火给它煸炒出油脂炒出香味 紧接着倒入切好的大蒜头 煸炒出香味 倒入广东菜心 再来点花雕酒 转大火给它翻炒五六七八下 加入半勺盐 增加底味 再来点味精 再来一点点鸡精 再来一点点白糖 给它翻炒均匀 让调料化开 这道菜非常不错 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再来点水淀粉进行勾芡 这个广东菜心好吃的关键 最后再来一点点生抽 转大火 翻炒出香味 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猪油炒菜心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来 走开 来 走开